第2天 泡了一个晚上之后 这第2天的红烯已经变大了这么多 那个刺儿 看看那个刺儿 嗯 那个刺儿 不够了 我们放下来 来 因为它会不断的膨胀了 所以 实际这个应该是动作短了 这是第3天的红烯泡发地板 看这个红烯 看到没有 这个刺 这是泡了第6天的红烯 可以怎么样做呢 就是说 我们可以把它切断 然后红烧或者是炖汤 或者是放多两斤里面 跟五杂粮打粥 是非常好的 你也可以用开水 焯过5分钟 然后凉拌 这样吃也非常健康 加点酱油蛋的芥末 或者虾蜂蜜 谢谢大家